這是做參考 那這個以下總共有27個 這些是年代表 我們大家看一下就可以了 大家看一下 瞭解一下 瞭解一下這個時間的這個順序 時間是順序 好 我們看第五個 以史書形狀歷史的考證 這個基督教初期三十餘年間的史詩 除了這個使徒行傳以外 另外有一些是保羅書信 其他就沒有地方找 沒有地方找這個資料 所以我們要了解 這個教會初期三十年的歷史的 實際的情形 我們可以從史徒行傳跟保羅書信來瞭解 來瞭解 那這個考證當中 我們看第一個 路加曾親身加入團體之內 路加 因為作者他是路加 路加 所以這個是一個歷史的考證 路加寫這一些 這個史徒行傳 因為是他有親身經歷 他有親身經歷 所以他參加了這一些工作 他所記錄的應該是 非常可靠的 非常可靠的 他是從史徒行傳十六章第十節那個地方開始 就是說要去歐洲以前就加入了 保羅的這個侍奉工作裡面 所以相當的 可靠性 然後來第二個 路加親身 曾經詳細考察 我們知道路加他是個醫生 醫生他所做的事情都是比較有證據的 比如說他要看病 他沒有一個 沒有一個查考他絕對不敢亂下藥 這是一個醫生的觀點 好像律師一樣 律師他一定要查考清楚 他才有辦法替這一個被告者來 來 申訴 所以律師也好 醫生也好 他們都是 有一種職業的 考證 他絕對不會亂 沒有考證的東西 他把它拿出來講 不敢 因為這是攸關生命的 那從這個角度來看 你看路加在寫 路加文的時候 他對提阿菲羅大人所說的 說我都經過考察了 證實了 證實了 這是路加的處事態度 所以從路加的處事態度來看 既然 《使徒行傳》 是路加所寫的 他寫 路加文是這樣子的 我們相信 寫《使徒行傳》也是這樣子的 所以 他 考察的 一定是 有根據的 那麼他 怎麼考察這一些呢 除了《使徒行傳》 十六章以後 他自己有親身經歷以外 《使徒行傳》十六章以前 他根本都還沒有信主 也沒有跟保羅或是彼得在一起 他怎麼會知道這些事跡呢 當中 我們知道有幾個人可以提供給他 第一個 巴拿巴和彼得 巴拿巴和彼得 巴拿巴和彼得怎麼能夠提供給他 因為他們兩個到過安提爾 那路加一般認為是敘利亞的安提爾人 安提爾有兩個地方 一個是敘利亞的安提爾 一個是彼西底的安提爾 敘利亞的安提爾 後來變成 外邦傳教的中心 彼西底的安提爾是另外一個地方 那麼 路加他是一個敘利亞的安提爾人 巴拿巴跟彼得 曾經到過那個地方去傳福音 所以也遇見過路加 因此 路加的一些前面的資料 應該也從巴拿巴跟彼得那邊 得到了不少的印證 他才敢這樣寫出來 第二個應該是由保羅這個地方得到的資料 你看二十三章二十四章裡面 保羅常常跟路加在一起 因為怎麼樣 因為他被關在監牢裡面 那麼他被關在監牢裡面 路加在旁邊 我想他們在當中 除了唱詩歌頌神祷告以外 也應該有很長的時間 來 這個印證 這一些 路加所要寫的這一些內容 問誰問保羅 因為他們都在監牢裡面 所以 一個路加 他所得到這個資料 也應該從保羅身上得到不少 第三 由七個指示當中 飛利的地方來獲得 飛利也曾經跟他一起一起 我們看 使徒行傳二十一章 第八節 使徒行傳二十一章 第八節 第二天 我們離開那裡 來到那七個指示裡的一個 他有四個女兒 都是處女 是說預言的 我們在那裡多住了幾天 有一個先知名叫雅加布 從猶太下來 到我們這裡來 就拿保羅的腰帶 滾 滾上自己的手腳 說聖靈說 猶太人在耶路撒冷 要如此的滾綁 這腰帶的主人 把他夾在外班人手裡 一下子略 這邊有講到 保羅跟路加 又來到了誰 來到了 蓋薩利亞的 菲利家裡 所以 那個路加也曾經遇到菲利 因此 他記載菲利的事蹟 也應該是從 菲利的口中 來得到證實 得到證實 第四個 由耶路撒冷的老門徒 拿孫那裡得到 二十一章十六節又記載 他去了拿孫那裡 那麼保羅跟拿孫 有一些 保羅到耶路撒冷的時候 也住在拿孫的家裡 所以在耶路撒冷所發生的事情 拿孫也應該大概多少 多少知道一下 那麼路加 他也來到了拿孫的家裡 所以他也從拿孫那邊得到一些資料 第五 由主的弟弟雅各的地方得到 雅各是主耶穌的弟弟雅各 不是那個被斬頭的雅各 雅各有好幾個 新約聖經裡面有六個雅各 同靈但是不同人 六個雅各 那麼當中一個是主的弟弟雅各 在二十一章的十七節十八節 這邊有記載 到了耶路撒冷地 就彷彷彷彷彿的迎接我們 第二天保羅等我們去見雅各 有沒有 所以路加也有遇見到雅各 有遇見到雅各 那麼路加他是一個很嚴謹的人 他面對什麼人應該都會問 關於他在侍奉上的一些經過 然後適時的把他記錄下來 他有去過耶路撒冷 也見過雅各章 那麼按照當時來講 雅各章應該是當時候 耶路撒冷裡面的總務者 因為他主持了耶路撒冷的會議 有沒有 十五章裡面主持了耶路撒冷的會議 這是我們可以知道的 第六 由馬可的地方得到 其實馬可也是從彼得口述 路加曾經與馬可和保羅同共 所以也多少從馬可那個地方 來得到一些資訊 消息 第七 路加自己所見所聞 就是從十六章以後 路加他參與了這個侍奉的工作 所以這個就不用再從其他人口中來得到 他自己所見所聞 從以上的這個紀錄當中 我們可以知道 這個路加因為他曾經經歷過 所以他所寫出來的史如形狀 一定是有歷史上的討據 而不是只是亂寫出來的 或是虛構出來的 這是 這個 第二個 那麼第三個 歷史上其他的證據 歷史上其他的證據 這個我們自己看一下 這個因為很多 我們自己看一下 有時間自己看一下 我們上個時間大家看一下 了解一下 這個 尺圖形狀當中的考據 我們應該可以 多少了解 好 第六 本書的分段 本書的分段 這個分段 我們可以從兩個方面來分段 第一個方面 就是以人物來分段 第二個方面 就是以地點來分段 這兩個來分 尺如形狀 如果以人物來分段的話 我們可以分成兩個大部分 一個 就是受割禮的使徒 彼得向猶太人的步道工作 第一章到第十二章 受割禮的使徒 彼得向猶太人的步道工作 第一章到十二章 第二段 外邦人的使徒保羅 向外邦人的步道工作 十三章到二十八章 如果以這兩個人物來分段的時候 我們可以分成這兩個部分 我們可以分成這兩個部分 那麼使徒行狀就是這兩個部分 第一章到十二章 受割禮的使徒彼得向猶太人的步道工作 十三章到二十八章 是外邦人的使徒保羅 向外邦人的步道工作 十三章到二十八章 如果以人物來分的話 可以分成這兩個部分 如果以地點來分 以地點來分 就是使徒行狀第一章的 第八節 我們所講 我們看使徒行狀第一章第八節 使徒行狀第一章第八節 但聖靈降在你們身上 你們就必得著能力 並要在耶路撒冷 猶太全地和撒馬利亞 直到地基做我的見證 這邊有講到聖靈降臨之後 聖靈的工作範圍在哪裡 第一個就是在耶路撒冷 再來是在猶太全地和撒馬利亞 最後是到地基 這是聖靈降臨之後的工作範圍 那麼使徒行狀的工作地點範圍 就是按照使徒行狀第一章 第八節裡面 所應許的 耶路撒冷 猶太全地 撒馬利亞 直到地基 所以我們使徒行狀 大概可以分成這三個部分 用地點來分的話 可以分這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 福音在耶路撒冷 第一章到第七章 第一章到第七章 這個福音通通沒有離開過耶路撒冷 就在耶路撒冷傳 很多人相信耶穌 有三千人受洗的 有五千人受洗的 都在耶路撒冷 這時候是彼得的工作 約翰的工作 所以第一章到第七章 福音在哪裡 在耶路撒冷 那麼第八章以後 因為耶路撒冷受逼迫了 第八章開始就怎麼樣 就往外逃 逃去哪裡 逃到撒馬利亞 猶太全地 猶太全地撒馬利亞 所以第八章到十二章是 福音傳到猶太和撒馬利亞 很奇妙 就真的按照主耶穌的應付 從耶路撒冷傳到猶太 傳到撒馬利亞 第三個部分 福音傳到地極 當時候的地極是指哪裡 是指羅馬 是指羅馬 教會的擴張 所以當時不但傳到撒馬利亞 這麼遠的地方 它還傳到哪裡 傳到歐洲 傳到羅馬 傳到羅馬 所以如果以 始祖形狀以地點來分的時候 我們可以分成這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第一章到第七章 福音在耶路撒冷 第二個部分是第八章到十二章 福音傳到猶太和撒馬利亞 第三段是第十三章到十八章 福音傳到地極 歐洲 非洲 還有羅馬 就是以地點來分的話 我們可以分成這三個部分 很清楚的 那我們要記始祖形狀的話 就是要這樣記 第一章到第七章是在耶路撒冷 第八章到十二章是在猶太跟撒馬利亞 第十三章到二十八章是到哪裡 到地極 如果以人物來分的話 第一章到十二章是 彼得傳予給猶太人 十三章到十八章都是 保羅傳予給外方人 這樣記起來的時候 你對始祖形狀就有一點點概念 等一下我們在一章一章上的時候 你再知道我們現在已經走到哪裡了 讀始祖形狀一定要知道 你現在走到哪裡 這個地方發生什麼事情 彼得怎麼講到 保羅怎麼講到 如果能夠這樣把它弄下來的話 弄下來的話 那麼你就可以 完全的掌握到始祖形狀裡面的重點 因為始祖形狀它是一個歷史的敘述方式 歷史是縱線的 歷史裡面所發生的事情就是橫向 縱向跟橫向 你縱向走過去 橫向發生什麼事情 你就把它記在腦海裡面 那麼始祖形狀讀起來就非常的清楚了 所以一定要把時間 把地點弄清楚了 始祖形狀你才能夠完全掌握 這樣子的話你就知道 始祖形狀第一章在講什麼 第二章在講什麼 第三章在講什麼 等一個順序一直過來 因為這是歷史的走 歷史在走 歷史在走 到這裡的話是什麼事情 到這裡又是什麼事情 那這樣始祖形狀讀起來就很快了 很容易記住 很容易記住 因為它是歷史 它不是文章 文章的話你要記得滿難的 歷史的話如果你把時間抓緊了 抓到了 那麼你再跟律師的形狀會很容易 你讀到十六章你就知道 那時候保羅已經傳呼籲到歐洲去了 歐洲就發生什麼事情 馬其頓的呼籲之後 就到這個馬其頓那邊去 在菲律比都遇到了 尼迪亞 傳呼籲給他全家就信主 尼迪亞就把他留在那邊 後來呢 有很多這個猶太人就不高興 就聳有了一些毀類 就把保羅拔抓起來 就翻在菲律裡面 就發生什麼事情呢 發生菲律裡面大地震 結果進逐一家又撤起了 十六章 歷史就這樣一直加一加 所以我們可以從十六章 第一章一直講講 都不用看十六章 一直講講講講 要是八章 這就是一個歷史的一個壯 就一個壯觀 時間做到了 然後到哪裡發生什麼事情 到哪裡發生什麼事情 這樣連起來 十六章 你一定會很熟 一定是 到我們這個講義裡面就這樣子 用這種方式 一開始順序下來 順序下來 到哪裡發生什麼事情 那給我們什麼教訓 那十六章 對你來講 有時候你就根本不用拿這本聖經 很清楚就在你的腦海裡面 在你的腦海裡面 那其他呢 其他就比較難一點 書信的話 它是一個道理的講解 道理講解不是一個時間的那個順序 有時候你要記的話 要常常看才記得住 那十六章就不一樣 十六章就有時間的先後順序 所以記起來很容易 好 我們再看那個 第七個 本書的內容 本書的內容 我們了解一下 第一 宗旨 使徒行傳的宗旨 他是在 門徒藏著聖靈的能力 為聖天的耶穌做見證 門徒靠著聖靈的能力 為聖天的耶穌做見證 這個就是 使徒行傳的宗旨 就這樣 很簡單 使徒 藏著聖靈的能力 為聖天的耶穌 來做見證 使徒行傳的宗旨 那麼今天我們環宇聖靈降臨的 幕後使徒時代的教會 也應該是這樣子 我們要特別的 藏著聖靈的能力 來為已經升天 即將要再臨的耶穌基督做見證 好 所以過去這些門徒怎麼樣 為耶穌做見證 怎麼樣倚告聖靈的能力 今天在幕後的使徒時代 建設的教會裡面 我們也應當要依靠這一位聖靈 來幫助我們 來為聖天的耶穌做見證 讓耶穌基督再來的時候 能夠得到莫道的榮耀 這就是我們看了 使徒行傳裡面的宗旨之後 我們應當要學習的 所以他們建設的教會 不但在耶路撒冷 也在各處 更在羅馬 他們連在羅馬都建設教會 不建設教會 所以這可以說是教會 充滿了神的生命 耶穌基督的生命 也充滿了聖靈的大作為 大能力 那些門徒都不畏艱難 不畏痛苦 不畏犧牲 到各處去傳遇 為主耶穌做見證 這是我們得以效法的地點 這是使徒行傳的宗旨 好 第二個 使徒行傳的基礎 基礎 在使徒行傳的基礎裡面 就是在於 耶穌基督的升天 聖靈的降臨 使徒行傳的基礎 在耶穌的升天 聖靈的降臨 如果今天 耶穌沒有復活升天 就沒有使徒行傳 如果耶穌基督升天之後 沒有降下聖靈來 也沒有使徒行傳 當然就沒有現在的 我們的教會 也沒有當時候 聖靈所建設榮耀的教會 所以在基礎上 在基礎上 我們要知道的是 耶穌已經升天了 聖靈也已經降臨了 聖靈降臨也見證 耶穌的升天 今天在我們的幕後的 世代真教會裡面 一樣的 一樣 因為聖靈降臨在我們教會 所以我們很肯定的 耶穌升天 既然我們能夠很肯定的 來知道耶穌升天 我們就有 使徒行傳裡面的基礎 也建造在我們聖靈教的基礎上 因為聖靈降臨在這個地方 那麼也告訴我們說 因為耶穌升天聖靈降臨 祂所建設的教會是屬靈的教會 不是一個屬世上的團體 所以我們不要把教會 看成好像政府裡面的機關 或者是社會上的一些公司 行號機關 如果把它看成這樣子的話 那麼我們就 褻瀆了聖靈在教會裡面的 衛奮和基礎 好 這是第二個 第三個 使徒行傳的要義 他是在記述 記載 門徒如何為主做見證 整個使徒行傳在記載 這些門徒如何為主做見證 所以查遍全書用見證二個字 用見證這兩個字有三十多次 可見 俗行傳裡面 他也強調一個重點 就是 門徒為主做見證 是天職 天職從神而來的職份工作 如果我們今天是主的門徒 不能夠為主做見證 那我們就 往會了耶穌基督的救恩 所以我們要 懂得為耶穌做見證 傳人給別人 那當然 要能夠為耶穌做見證 傳人給別人 我們必須要有幾點 第一個 我們要談到的是見證的資格 見證的資格 這個資格裡面 就是要盲耶穌的救贖 而且有聖靈的大人 耶穌的救贖 聖靈的大人 才能夠成為一位為主做見證的人 一個沒有領受救恩的人 他就沒有辦法去做見證 一個沒有領受聖靈的人 他就沒有能力做見證 是這個最基本的資格 第二個 見證的次序 見證的次序 從使徒行段第一章 第八節章就講到 由近而遠 由小至大 我們不要捨盡求遠 夫小至大 為主耶穌做見證 為主耶穌做見證 有技巧性的 有方法的 所以不要捨本竹目 捨盡求遠 你看主耶穌 像當時候的門徒寫信的時候 就告訴他們這個方法 就是使徒行段第一章第八節所說的 你們要在耶路撒尼 首先要在耶路撒尼 第三 這個見證的能力 見證的能力從哪裡來 從聖靈的充滿 和犧牲的精神來 有聖靈的充滿 但是沒有犧牲的精神 這個聖靈沒有辦法在你心上做王做主 像大家如果大家不願意犧牲自己的時間 犧牲自己的工作 犧牲自己的興趣 我們也沒有辦法來為耶穌來做見證 所以見證的能力在乎聖靈的充滿 和犧牲的精神 聖靈的充滿犧牲的精神 這樣子才能夠有見證的能力 保羅為什麼有能力 彼得為什麼有能力 使徒為什麼有能力 非利斯利法為什麼有能力 除了聖靈願意加諸在他們身上的能力以外 還有的是什麼 他們願意做犧牲 彼得犧牲大不大 夠大 保羅犧牲大不大 更大 那其他使徒也很大 沒有犧牲的功能 就沒有見證的果效 也沒有聖靈的能力 所以我們願意為主耶穌牲奉獻 其實我們才能夠享受 聖靈裡面見證的果效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沒有辦法 來領受領會聖靈見證的果效 所以有一句話說 有句話說 說什麼呢 犧牲享受 才能夠享受犧牲 對不對 今天如果我們不願意犧牲我們所享受的 將來我們也沒有辦法享受我們所犧牲的這一切 我們照顧一個小孩子一定要有所犧牲 沒有犧牲的話 在我們心中當王做主 我們沒有辦法讓聖靈來應用我們的時候 我們就看不到教會的成長 那幾年之後 我們還是用這種心來面對教會 難過的 很難過的 所以我們總是要為主 為教會做一些奉獻犧牲的事情 我們經過了幾年幾十年之後 才能夠從我們所犧牲當中的來領受 那一種喜的享受我們過去所犧牲的 有一次我到一個教會去布道會 一個禮拜 那這個教會原本我也不是很熟悉 不是很熟悉 五個晚上的布道 一個教會禮拜五個晚上的布道 兩天的禮物會 那布道會 第一晚上第二晚上第三晚上 到第三個晚上結束 突然間有一個姐妹 這個姐妹應該也是五十多歲 我就跑來 他問我 他說 王傳道 你是不是住在哪裡 我說 對啊 你小時候是不是住在哪裡 我說是啊 我小時候住在哪裡 那你認識我嗎 他就看 我在想 他到底是誰 應該是我認識到 他才會這樣誤謀 但是我一直想不起來他到底是誰 因為 他在那邊大概兩年三年 兩年還是三年之後 後來我才知道 兩年三年就走了 所以我一直在想 我離開 我們家鄉交會的時候 我沒有看過這個人 為什麼好來跟我講說你認識我嗎 我就跟他講 哎呀對不起我 對 我不是很認識你 然後他就跟我講 你小的時候 我在那個教會 當宗教教員 是少年班的宗教教員 那時候在鄉下沒有分子 又四班 又年班 少年班 通通是少年班 通通是少年班 那個時候呢 我才 我才 幾歲 七八歲了吧 七八歲 那那個 那個 那個姐妹他已經是高中 高中生 所以他高中生來教我們 他也不是我們原本的家鄉教會 但是我們原本家鄉教會的城市裡面的一個教會 距離我們那邊大概十多公里 雖然他去那邊跟我們上課上了兩三年 那時候我還小 我從六歲就開始進到教會裡面來學習 學習那個道理 然後呢 在那邊他大概兩三年 那時候我已經 他走的時候我已經大概有七歲八歲了 所以我對他印象不是很深刻 但是他這麼一講 我才想到過去有一個姐妹 以前我們要讀到高中也不是那麼簡單 記得有一個人常常從很遠的地方來 要跟我們講 我才想起來 但是我忘記他的臉 他的臉型長什麼 我才想起來 你就是那個黃姐妹 黃老師 他姓黃 黃芳麗老師 我記起來了 你就是黃老師 他說是啊 然後呢 他就跟我講 哎呀 以前你好皮喔 以前你好皮喔 哎呀我說不好意思 你怎麼知道我皮 是啊我上課的時候叫你不要講話 你還是喜歡講話 那小的時候還是喜歡亂跑 你好皮喔 但是我都沒有打你 他都沒有打我 現在看到你站在講台上面 哎呀我在講台下面 非常的高興 非常的喜樂 因為他教過的學生 現在已經有人當傳道了 而且能夠為主耶穌做見證 那時候他真的為主耶穌付出很大很多 他要讀高中 他準備要考大學 但是他每個禮拜 他都播出一天的時間 禮拜天 禮拜天是可以 可以看很多書 可以做很多事情 沒有去學校 但是他沒有 他整天都是從那個城關的地方 跑到我們鄉下來 為了我們的心 從早上八點上根一直到下午兩點 我們那時候宗教教育是這樣子 他八點上三個 他一定是從六五六點就出發 每個禮拜都來 所以他那時候犧牲蠻大的 但是他覺得很有意義 因為主耶穌看過他 讓他往後就是做得很大 他犧牲了 一直到他考上了學校 離開了他原本的那個城關 到其中間 我說沒有辦法到我們那邊去上課 才停止 所以他看到我們站在上面 哇 他覺得很安慰 他教導學生 就是要讓這個學生能夠在教學裡面 做事後的工作 因為他看到我們很高興 所以他前面三個晚上都不敢來找我 為什麼 因為他怕影響到我 到第四個晚上的時候 他才來找我 因為頂多剩下一個晚上 他很高興 很滿足 為什麼很滿足 因為他所做的工已經有了成像 這個成像是什麼 這個成像是說 他所教導學生裡面 有好多人已經能夠 被主耶穌來做工了 就只有這樣子 就是說像我們現在 如果在教會裡面 願意付出一些的時候 這個教會成長 成長 經過不可能馬上付出馬上增長 一定要經過一段時間的琢磨 一段時間的成長 我們才在過幾年之後 一二十年之後 我們看到教會成長 那時候我們才感受到 過去我為主耶穌所奉獻犧牲的 其實 主耶穌已經見過了 那我們看到這個教會 我們就覺得很快樂 快樂 這就是犧牲享受 享受犧牲 就好像這個聖靈的充滿 還要配得上犧牲的精神 我們才能夠把這個 屬靈的工作做好 好 再來我們看這個樣式 第四個樣式 十字行傳總共有28章 每一章裡面 大概有重要的事情 我們就是要這樣把它背起來 把它背起來 那我們就知道 十字行傳裡面大概在講什麼 第一章在講什麼 第一章在講 主應許聖靈 門徒同心合意的祷告 第二章在講五旬節 及教會被建立 五旬節聖靈降臨 教會就被建立了 第三章在講 彼得一致美能瘸腿的 第四章呢 彼得約翰被抓 巴拿巴奉獻全部的財產 第五章就講到 亞馬尼亞夫婦的死 加馬尼的勸戒 第六章就講 選七個職事 第八章在講 教會受大批迫 非力的工作 第九章在講 少羅歸主 少羅歸主 彼得使多家戶婆郎 第十章在講 戈尼流全家信主 十一章 教會興旺在安提爾 這安提爾是敘利亞的安提爾 不是比西里的安提爾 十二章在講 雅各訓到彼得被抓 還有西律受罰 十三章在講 保羅出發第一次的旅行步道 在哪裡 在夏威亞西亞 第十四章 保羅在路斯德和特比的工作 十五章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會議 叫做耶路撒尼的會議 十六章 保羅第二次的旅行步道 在菲利比的工作 十七章 保羅在貼薩奴尼加 碧里亞亞典的工作 十八章在哥林多工作 還有記載一個很重要的人 亞波羅的信主 十九章 保羅的第三次國外旅行步道 在以弗所 二十章 保羅叫尤推骨復活 因為尤推骨 聽到也聽到睡著了 從窗台上三樓的 那張掉下去死掉了 保羅讓他復活 二十一章是保羅回到耶路撒尼 而且被抓了 二十二章 保羅向他的同胞來申訴 二十三章 保羅被關在 在蓋薩利亞的監牢裡 二十四章 保羅在菲利斯 巡撫菲利斯面前的分數 二十五章 保羅自請上告到蓋薩面前 二十六章 保羅在亞基帕王的面前分數 二十七章 保羅的羅馬行程 二十八章就抵達羅馬 而且在羅馬被關兩年 這是整個二十八章 二十八章 我們要這樣把它記起來 記起來 對我們來講 多放置 十六章 我們一定要看得很熟 一定要看得很熟 這幾天如果有時間要多看 好像在看故事一樣很好看的 看十六章 看十六章 又看又快樂為什麼 因為看到聖靈的工作 聖靈在這邊 在那邊 在那邊 十六章 至少要看個幾遍 那你就可以了解 第一章在講什麼 一直到二十八章 好 第五個 要地 使徒行傳裡面 有三個地方 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 第一個地方是耶路撒納 耶路撒納 這是猶太人的中心點 也是東方人的母會 母會 第二個就是像現在的總會 母會 第二個 安提爾 它是外邦人基督教的中心點 所以 他們出去國外傳道 都回到安提爾來 我們怎麼知道保羅三次國外傳道 就是因為保羅一次出去了 回到哪裡 那不是回耶路撒納 那是回安提爾 所以他出去又回安提爾一次 出去又回安提爾一次 我們用這種方式來認定保羅有三次的國外旅行步道 他是外邦教會的發源地 外邦教會的發源地 所以他們就以安提爾作為中心點 往外傳無印 第三個逆點是羅馬 羅馬 羅馬是世界的中心點 以當時來講 羅馬是世界的中心點 他是世界的大京城 是西方之外邦教會 耶路撒納是東方的母會 羅馬是西方的外邦人的教會 這三個重要地點 要記住 耶路撒納 安提爾 還有羅馬 當然除了這些要提以外 還有很多 包括耶路撒納的 撒馬利亞 約帕 蓋薩利亞 敘利亞 安提爾 比亞 壁之安提爾 比西迪 這個是比西迪的安提爾 還有菲利比 鐵掌農尼迦 雅典 哥林多 這些地點都是很重要的 但是我們如果以重點來講的話 這三個中心 耶路撒納 還有安提爾 還有羅馬 這幾個地點我們要把它記住 再來第八 我們來看使徒行傳的屬靈教訓 使徒行傳的屬靈教訓 第一個 聖靈的事工 使徒行傳裡面 我們看到聖靈與信徒 尤其是與傳道人的關係相當密切 聖靈所帶給我們的事工是什麼 第一個 聖靈的施洗 靠著聖靈來施洗 所以為什麼我們說 施洗者要有聖靈 有聖靈的教會施洗才能夠赦罪 因為在使徒行傳裡面 聖靈才有權柄赦罪 聖靈建設教會 第二個 聖靈的充滿 使徒行傳裡面記載很多聖靈的充滿 所以我們在教會裡面 我們一定要追求聖靈的充滿 不是說我已經領受聖靈了 沒有問題了 就忽略了自己的驚醒祷告 讓聖靈充滿我們 讓我們能夠真的按照聖靈來行事 才不至於被情欲所引誘 而讓自己掉到死亡的深坑當中 所以你看那個使徒行傳裡面 有記載很多聖靈的充滿 那聖靈充滿就有很多事工 很多事工 很多見證 很多神跡其事 所以我們要追求聖靈充滿 要常常禱告 尤其是一個工人 更應當無辜 要不斷地禱告 謹請地禱告 讓聖靈公正成為我們的主 帶領我們充滿人 第三 聖靈的設立 聖靈設立什麼呢 聖靈設立了教會的工人 教會的工人 所以教會的工人不是誰幫你設立的 不是我是傳道 所以我會幫你設立你是個怎麼樣的人 不是是聖靈設立的 怎麼說呢 你是不是一個領受聖靈的人 這是第一個要件 第二個 你是不是被聖靈充滿 按照聖靈來行真道 這是第二個 第三個 你是不是願意順服聖靈的引導 來做主的工 而不是按照自己的方式來做主的工 這很重要 所以你看使徒行傳裡面 保羅他自己都不敢 看聖靈啊 他說他聖靈設立你 聖靈設立你為全群的基督 全群的監督 我們看使徒行傳20章 28節 使徒行傳20章28節 聖靈立你們做全群的監督 你們就當為自己謹慎 也為全群謹慎 牧養神的教會 就是他用自己的血買來的 你看 保羅說聖靈立你 所以聖靈的事工有案例 所以一個人如果沒有聖靈的話 他沒有資格 案例人家也沒有資格被案例 聖靈是猜遣的意思 你有聖靈是被猜遣 所以你才有資格去案例或是被案例 所以為什麼說我們在主要童工裡面 沒有聖靈的人 不能夠當童工 不能夠當這個牧慧者 因為他沒有被裁判 沒有被裁判 過去我們有一些教會他沒有聖靈 當知識 當長老 這不對的 你沒有聖靈案例 你能夠當知識 當長老 所以這個我們一定要有聖靈 聖靈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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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聖靈的工作 聖靈的事工 第四個 聖靈的拆派 聖靈也拆派人 拆派誰 拆派門徒 拆派使徒去做工 所以為什麼我們一個傳道人 在出來當傳道事工的時候 我們都要按力拆派 我們都要按力拆派 眾長老 祷告 按力 按力拆派 你出去傳福 保羅巴拿巴在耶路撒冷的時候 要出去國外傳道 也是靠聖靈的能力按力拆派 禁止禱告 按力拆派 所以我們要受按力的人 我們自己要知道 我們要禁止禱告 接受拆派 誰拆派你 不是 哪一個人拆派你 是藉著禱告 聖靈拆派你 去傳福音 這是聖靈的拆派 第五 聖靈的引導 聖靈也能引導人 比如說他引導菲利到哪裡 到曠野 傳福音給哀提阿伯的太監 聖靈也引導以德 到哪裡 到戈尼柳家裡面去傳道 聖靈也引導保羅去哪裡 去菲利比馬其頓傳道 講道 聖靈也引導保羅說 你要往耶路撒路去 這句都是聖靈的引導 絕對不是保羅自己想要去哪裡 所以聖靈也引導 第六 聖靈也禁止 聖靈會禁止 禁止你做什麼 禁止你做什麼 所以有時候我們說 聖靈在指責我 為什麼在指責 因為你做了不好的事情 聖靈在指責你 這禁止你不可以做 你就不要勉強去做 不然的話 你就 褻圖聖靈 或者是 你就消滅聖靈的感動 這些都是聖靈會禁止你的 聖靈會禁止你的 第七個 聖靈同工 聖靈會同工 像那個 雅拉尼亞夫婦有沒有 他們想要欺負聖靈 聖靈跟誰同在 跟彼得同在 跟彼得同工 看出他的痴心 看出他欺負聖靈 就祝福他 聖靈可以同在 同工 好 這是 關於 聖靈的事工 第二個 使徒行傳裡面 他也講到信徒的天子 信徒的天子 信徒的天子 就是為耶穌做見證 為耶穌做見證 所以 在《使徒行傳》裡面 他有講到幾個 為耶穌做見證的方法 方式 這可以供我們在 為耶穌做見證上來參考 第一個 他用言語做見證 像彼得 起來見證耶穌的道 像保羅 用言語來見證耶穌的道 非利用言語來見證耶穌的道 很多人都用言語來見證耶穌的道 所以 我們要有見證耶穌基督的道 必須要懂得怎麼樣來做見證 怎麼辦 要求主耶穌道 我們有口才 來為耶穌做見證 第二個 用《使公》來做見證 《使公》就是你所做的一些公的成像 包括什麼 神機其次 這些《使公》的成就 就是一件無言無聲的見證 常常無聲的見證 會比有聲的見證更重要 所以今天我們為什麼要忠心的來服侍神 忠心的服侍神神同在才能夠有《使公》的果效 而這個果效就是一個最好的見證 比如說我們前程 我們有信心 我們有愛心 讓一個病人好了 那是一個《使公》的表明 那《使公》的表明會讓眾人看見 那眾人看見之後 就相信我們所傳的道 耶穌 那就來信耶穌了 如果我們都沒有《使公》的表明 在教會裡面都是冷冷清清的 我們也不願意付出犧牲 看不到什麼 看不到成效 那沒有成效 當然就沒有生命 所以你看《使徒情傳》裡面所記載的 為什麼《福音》公裝那麼有成效 因為他們《使公》相當活潑 眾人願意犧牲 《使公》又活潑 眾人都有吸引 然後就進到教會裡面來 所以《使徒情傳》裡面常常記得說 信而受洗的人天天加征 為什麼 因為他們有《使公》的表明 那《使公》的表明從哪裡來 從我們個人願意付出來 這是第二個 第三個 生活的見證 用生活來做見證 生活是什麼 是我們的靈修生活 我們的一般生活 一個主耶穌的門徒 他的生活如果不能夠與世人分別為聖的話 那麼我們怎麼能夠讓人來相信主呢 我們的生活跟一般的生活都一樣 那我們怎麼能夠用我們的生活來做見證呢 人家覺得說 信耶穌之後跟信耶穌之前都沒有兩樣 那怎麼能夠做見證 這個沒有生命的啦 沒有力量 沒有力量 比如說有很多人會質疑說 我們信耶穌之後 到底可不可以抽菸啊 澆冰蘭 澆冰蘭這邊比較少 喝酒啊 聖經裡面沒有特別記者說不能抽菸嘛 不是 不能喝酒嘛 只能夠說不能夠酗酒嘛 但是為什麼我們說不可以不要 因為這是生活的見證 為什麼人要抽菸 因為他被菸給抓住了嘛 為什麼人要喝酒 因為他被酒給吸引抓住了 你不喝不行不抽不行嘛 那我們一個信耶穌的人都沒有辦法 勝過這一種誘惑 勝過這一種 那個引誘把你抓住啦 沒有辦法勝過他 你怎麼勝過罪呢 連這麼一點都沒有辦法勝過啦 沒有辦法靠著耶穌基督的能力來勝過 那個煙飲啊 酒飲啊 怎麼能夠靠著聖明的能力來勝過 某個的工作呢 那完蛋了 如果一個信主的人在教會裡面 很多人都喜歡酗酒的 很多人都喜歡抽菸的 很多人都喜歡做的事都跟事人一樣的 那這個教會 跟世俗的教會有沒有什麼差別 到教會裡面來 跟在教會裡面都沒有差別 沒有生活的見證 你看使徒形狀裡面 他們完全改變啦 完全改變啦 這才是生命的見證 生活的見證裡面 就把生命的意義生命的價值表明出來 所以不是可不可以做的問題 是能不能做的問題 當然可不可以做 聖經裡面沒有特別記載說不可以做 但是問題是我們能不能這樣做 保羅說 如果我因為吃肉讓弟兄跌倒 他寧可不吃 吃肉有罪嗎 大家都在吃肉啊 但是說如果因為吃肉讓弟兄跌倒 我就不要吃 為什麼不要吃 不是不可以吃啊 所以他吃了之後 會讓人家跌倒 我為什麼要吃 我就乾脆不要吃算了 因為我們要用生活來做見證 非常重要的 今天在教會裡面 除了言語見證以外 除了事工見證以外 其實生活見證相當重要的 在這個教會裡面 大家如果在這個生活上 能夠表明出神的恩典跟道理 跟能力 這個生活的見證 常常是影響到整個 整個教會的發展 有一個教會啊 他推行家庭故道 這個傳道很用心 他在推行家庭故道 就在講台上做宣導 說如果家裡面希望教會 在他家裡面做家庭故道的 可以來登記 一這麼宣布呢 就好多人來登記了 所以傳道就開始安排 這個禮拜 在你家 這個禮拜就安排 安排的整年部 都是安排的 晚上 每個禮拜天晚上故道 都是星際四晚上 有一次啊 就來到了一個家庭 這家庭裡面有四個孩子 兒子 四個兒子 沒有女兒 就四個兒子 那媽媽已經六七十 七十多歲了 這個媽媽很愛主 很愛主 當然她四個小孩也是很愛主 所以他們才會申請說 哎呀我家裡要成為一個步道點 大家到教會裡面來做步道 然後那天晚上到了 七點半開始 她說七點的時候 就邀了好多她的同伴 就是她的老 同樣是老人家 七十多歲的 她的鄰居好友 她說 哎呀我們今天晚上 在家裡面有一些家庭的聚會 請大家來參加 這真的啊 平常都跟那些老同伴 都感情很好 手上一邀呢 大家都來 大概做了個七八個 她的好同 好 都是好鄰居 那傳道就看到 哎呀那麼多步道者 你高興 所以開始參詩禱告 講道了 那講道之後 這個傳道 一直看那些目道者 那些老人家 看他們有沒有認真聽 看他們眼神就知道他們有沒有認真聽 聽不懂 聽不懂 那一看這些老人家很認真聽 也很好像聽不懂的意思 因為這樣也是點頭 她就越講越起敬 那講了差不多四十分鐘 就結束了參詩禱告 那結束之後呢 這個家人就斷了一些茶水來 煮了一些綠豆湯 大家在吃綠豆湯 那傳道就問當中的一個目道朋友 他說今天晚上說講的這些道理 你聽明白嗎 他說明白啊知道啊 那你知道耶穌是誰嗎 我知道啊耶穌是救主啊 你怎麼知道 因為你做了很多見證啊 很多見證啊 那我沒看到你們教的這個老婆婆 她也有見證啊 然後 這個傳道就問他 那你都看到這麼多見證啊 這麼多 你也聽明白為什麼你不來信基數 他弄了一下他不講話 差不多經過了一段時間 傳道就問他 為什麼信基數那麼好 你為什麼不來信基數 我說講啊 是啦信基數是很好 但是啊 一有但是就麻煩了對不對 但是啊 我們 你們教的這個老姊妹 她有四個兒子 她娶了四個媳婦 我看這四個媳婦喔 對這個老婆婆 並不是很孝順耶 並不是很孝順啊 我這個老婆婆常常 也 不會覺得在家裡面受到尊重 我知道信耶穌很好啦 但是我怕 怕什麼 怕我忘了信耶穌之後 我的孩子對我一樣 像對他一樣 不孝順之後 那我寧可不要信耶穌 我寧可不要信耶穌 你看這個 一講出來 哎呀 讓我們覺得心裡很難過 道理都是好的 他也知道耶穌是救主 能夠救他 問題出在哪裡 問題出在信徒沒有什麼 沒有生活的見證 所以他會怕 不敢勇敢的走進 這就是生活的見證 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們在教導信徒 其實生活的見證 不單單是自己跟神的關係 有時候我們的生活現象 就很可能影響到別人進到教會裡面 本來他以為耶穌是對的 是好的 是可以讓他得救 但是因為在教會裡面看到我們 那麼是可以見證 竟然他們得向阿 那我要問問他們 問他 這個人不信主 除了他有罪以外 還有誰有罪 那個讓他不敢見到教會裡面的人 那個也有罪 因為你是擺在教會面前的一塊 半角石 很可怕的 所以《使徒行传》裡面 除了言語的見證 事故的見證以外 還有什麼 生活的見證 生活的見證 非常重要 第四個 苦難的見證 苦難的見證 《使徒行传》裡面記載很多苦難 包括什麼 使徒的苦難 信徒的苦難 不要小看這個苦難 這個苦難能夠成為人家信主的一個力量見證 人家會想 奇怪那些人又沒有神經病 頭腦又沒有壞掉 為什麼願意會使在實際上的耶穌基督 做那麼大的苦呢 為什麼 一定有理由的 一定有原因的 人家會看我們信耶穌怎麼那麼笨 每天晚上都要上教會去聚會 每天晚上都要去 每個安息都要去聚會 都把工作丟著 做 去聚會 為什麼 那些人又不是笨蛋啊 也沒有神經病啊 為什麼他要願意丟下這個 為什麼他願意 為了信耶穌 受到很多壓迫 很多的逼迫 很多的苦難 為什麼 一定有理由的 人家會問 為什麼你為了信耶穌 受那麼多的苦 那你就是一個見證啊 為什麼 因為我要你受將來永生的苦難 所以苦難在一般人來看是不好的 但是有時候在見證裡面 在福音的工作上 他卻是能夠彰顯出神的榮耀 那麼多人為什麼願意來受苦 因為他們想 耶穌要給他將來的榮耀 比你現在所受的苦還要多個 沒有辦法計算的多 所以我願意 我願意受苦 比如說 有一個大老闆跟我們講 只要你能夠受得了十天的苦 這種苦 我願意一百萬給你 你要不要受這個苦 要啊 太好了 我十天過去之後就一百萬了 對不對 再苦你都要受啊 那現在為什麼我們基督徒願意為主耶穌受苦 因為主耶穌給我們允許啊 答應啊 答應什麼 第一 給你平安 第二 給你什麼 將來永遠的福分 那你當然願意受苦啦 願意啦 那你願意這樣受苦的時候呢 外人看見啊 他不能夠理解啊 不能夠理解你為什麼要受這些苦啊 是不是 那時候怎麼辦 見證 因為我願意為主耶穌受苦 是有原因的 這個原因是什麼 我將來可以領受的苦分 大過我現在所受的苦 不知道幾千倍 幾萬倍 幾十萬倍 我沒有辦法去計算的 像保羅所說的 我現在所受的苦 若比起將來所要承接的榮耀 永遠的榮耀 我就不足謝意啊 為什麼不足謝意 因為他覺得這個苦太輕鬆了 因為我將要領受這麼大的榮耀 而且是永遠的 所以苦難也是一個見證 苦難是一個見證 苦難是一個見證 好 那我們就先到這邊 休息一下 再繼續 請問好 阿妹 休息一下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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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